你就是祝初空 立情节的那个小仙女 是 抬起头来 你从何而来 我乃红线翁翁三千年前 点化而成 是一朵自由自在的祥云 你不必紧张 本军今日找你来 是因为那初空 是我天界战神 也是本军的弟弟 本军 当然也要看一看 与他度过两次情节的小仙 究竟是何模样 今日一见 果然与众不同 小仙乃是众仙俄中 最普通的一个 这仙界之大 居然三千年 本军都未曾见过你 你呀 当真让本军 想起了一位故人 我 你已经勤勤恳恳在英文阁工作了三千年 此次又协助出空力竭有功 于功于私 本军都该赏你 本军就让你官生两极 伺候 伏缘仙子 你就继续留任在英文阁 协助红线翁 处理英文阁大小事宜 月凤路五百零十 多谢神君 伏缘仙子 万不要辜负 本军对你的厚望 神君能为以如此重任于我 小仙定不负所托 好 小仙定不负所托 小仙 贤子 这是你第一次面前候选神君吧 嗯 我魂都快下掉了 神君找你可有何事 没事 神君他嘉奖了小仙 哦 对了 日后小仙可就是有俸禄的人 啊 还有这个 你看 这是神君赏赐给我的 这英文阁啊 除了嗡嗡 这是第二块 恭贺复缘仙子 升官发财 走向仙界巅峰啊 哎 兄民殿下过奖了 日后我们都是天界同僚 我们要一起为天界多多出力啊 好 嗯 不过升官这种大好事 怎么说也要好好庆祝一番 不知复缘仙子 何否愿来我蓬莱聚一聚 我那儿有上千年的花蜜酒 我 嗯 不行 七夕将至 阴缘阁定然有许多琐碎之事 我这刚上任 若是为了自己的快活 网顾了天下的有情人 这酒我们还是日后再喝吧 好 那我就替天下有情人 谢过复缘仙子了 嗯 若是阴缘阁有什么需要本店帮忙的 你尽管开口 多谢兄民殿下了 嗯 这时间也不早了 我要回去跟嗡嗡禀报了 哦 本店的酒随时为你背着 嗯 这是摩洛族的圣物天穹玉 既然你认得天穹玉 那我便不多说了 这里面有我一丝沧海之力 日后你便随身携带吧 如此贵重的法器 我不能要 拿着吧 她可助你强身健体 滋养元神 放在你这儿 总算还能发挥她一些作用 嗯 这天穹玉为何比之前暗淡了些 这一次 我一定要好好保护你 沧海 感谢嗡嗡点话祥云 嗡嗡的养育之恩 小翔子 紧记在心 哎呀 小翔子出心了